这个是我们筛选出来 2017年的五大热门路段 我们从路段来比较 2016年的房价跟2017年的房价 第一名是文山新龙路四段这个地方 从2016房价42万美平 到2017年你看 不但说抗跌保值 还其实增值幅度不少 而且前三名竟然全都在文山区 对它其实有一些结构性因素 那当然第一个因素来说的话 就是说在文山区的这个区块来说的话 如果说在文山的朋友就知道 文山大概可以分成木榨跟景美 这两个区块 那其实在长期来说的话 就是说文山区因为它缺乏一些 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利多 所以其实文山区的房价 它算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那当然走到房地产市场的 一个末期的时候 其实这些区域来说的话 很多的都更岸在推动 所以其实在都更岸推动的 一个状况之下的话 它的区域行情 因为过去都是旧的房子 在这个所谓的交屋 那现在的话都是新的房子 在去做交易 所以其实在这个状态之下的话 它的价格就上来了 那另外来说的话 文山区它有个特色 就是说它军工教特别多 所以其实军工教 他们在这个所谓的 房地产的这种 所谓的执着性来说 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在 换屋的一个意愿上面来说 或者说对价格的一个部分上面 它可能会跟一般的投资客 有相对的一个落差 所以其实市场当 修正的一个波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就是他们可能相对来说 价格的一个抗性 会比较强一些些 如果说是在木榨区的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这边 有一个三个字的一个个案 那这个案子的话 算是区域里头 口碑还不错的一个 中古的一个社区的一个个案 那因为它的一个户数 相对比较大 那户数比较大有个好处 就是说当然户数也不要太大 那户数如果说 大概是在三百 两三百户左右 甚至于我自己会觉得 大概就是在 一百户到三百户左右 它相对来说的话 第一个它比较没那么复杂 像有一些上千户的 你可能未来在管理上面 会有一点麻烦 那户数太少的话 会有一些管理基金 比较不足的问题 因为你住到后来 可能因为社区的一个 消耗的关系 所以管理基金可能比较不够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它算是区域上面 相对比较大的一个 所谓的社区 那所以其实 那加加上自用客的一个比重 相对比较高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它的一个行情 算是比较稳健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如果说有一些人 他可能会觉得 他不喜欢这种相对 比较热闹的区块 因为有一群住在文山区的朋友 他喜欢山明水秀的地方 就安静的 对 那所以如果说在安静的话 那这边有一个案子 是他在 就是某一个知名的一个建商 他最知名的一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在于 就是说他之前发生 就921还是331大地震的时候 他因为他的房子被震倒了 就是震成围楼 建商帮你免费盖 所以就等于说 是一个都市更新的案子 那因为之后 他的一个管理 又做得非常的不错 所以其实在这个区域的一个行情来说的话 事实上都已经直逼一些市中心 淡黄区的一些公寓的一个产品 所以其实你可以观察到 就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如果说你要前进文山区 我们还是回到 当然一个机能性 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你整个社区的一个管理 那我们如果从新北来看 相对门槛又往下压一些些 哪些是新北相对区域涨幅会比较前面的 我们从学家登幕找找看答案 三峡的这个区块来说 它有新的区域跟旧的区域 那新的区域的话 大家认为北大特区 很多人认为北大特区在三峡 其实不是 北大特区多数的部分 它事实上是在树林 它只是在三峡的一个边边 所以其实就是说 很多的一些 所谓的在三峡的一些民众 他如果说可能过去公寓的一个产品 他想要换房子 那他会去选择 就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管理的 一个电梯的一个产品 那他可能北大特区 就是靠近三峡这个部分 或是他的一个首选 如果说购物人 可能在购物的一个过程里面的话 我们还是会建议 他可能从个案的一个地方来去做下手 那当然如果说是以三峡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一样回到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 其实三峡现在 很多人都觉得说 三峡这个鬼城 因为老师以前都这样子 但是其实你如果说晚上开车的时候 确实十几年前 我开车经过的时候 整个三峡点灯率最高的是N主公医院 但是现在你其实是看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三峡多数的一些大楼 它其实点灯率都相对的比较高 那看一个很有意思的指标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桃子角国民中小学 它算是少数满额的学校 所以其实各位去想 如果今天一个区域 它的国小满额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表示说 这个地方事实上人口 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而且都是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在意小孩子的教育 然后也都是消费能力比较强的一些年轻的一个族群 所以其实从桃子角国中小的这个满额来看的话 你也可以观察到就是说 在这个区块上面来说 它的一个所谓的自用客户的一个比重 它事实上是相对比较高 所以如果说有去三峡的一些朋友的话 特别是北大特区 你会很明显的观察到一些重画区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它接口比较整齐 那另外来说的话 可能你会发现到有一些 大家会觉得你在台北市没有想到的店 比如说加勒福 星巴克 其实这边都有 那当然对于一些民众来说的话 他们会回头去购买这个所谓三峡的一些原因 一个原因是在于就是说 他可能认为我同样的预算 我在台北市我只能住旧公寓 但是我拉到这边来 我可以住在新房子 而且有管理 所以其实三峡有很多什么 很多这种所谓的 家里头可能小孩子大了 然后他开车没关系 或者是通勤没关系的这种所谓的家长 然后他可能在退休族群 他们就会前进这样的区域 或者是说可能比较年轻的一些单身族 他觉得他要有管理的标的 所以这个区块来说的话 也是他们觉得可以负担的一个选择 那当然在这边来去做选择的话 我们会建议就是说 当然第一个 就是说可能区域的一个所谓的管理的水准 因为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 他自己住三峡 他说我觉得三峡就是物业管理公司 保全公司的坟场 因为所有的业主 就是说他们这些社区的民众 他们都会去比 比看看谁的这个管理的素质比较好 然后就会回头要求自己的公司 就是你也要做到这样子程度的一个管理 所以其实如果你进去三峡 你当然看这个部分 就是说他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准 那另外来说的话 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说 你可能要看他有没有相对的一些 风水上面的一个瑕疵 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 那再加上他又是知名的建商 那这个部分他就会相对比较加分 好 谢谢嘉欣 其实我们最近帮大家不断的 从一些房市的一个热度指标 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到 在看报纸的时候 我发现怎么每一页的报纸 看起来都好像讲的差不多呢 原来是因为旁边都配了非常全版的 这个房地产广告 有几个我帮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包含这个在新北永和这个集什么的 就直接放了就是非常漂亮的外观建筑说 就永落成 另外这个都喊出很响亮的口号 交屋80万起两房含装潢加车位 另外这个也是在新北中和让30万翻转未来 我真的是专门吸引年轻人的 这是吸引年轻人的在新北土城的案子 海山双节月付2万起 年轻人都说便宜而且大力的推荐跟分享 看到这个标题真的会让很心动 新北新店也有 北市没有新店独有 这个是3600平的美丽生活区 新装打防证安全知名件商盖的 还有这里包含了三重 包含了戏纸 琳琅满目的这些都是房地产的一个广告 所以我今天想起这个现场的一个专家 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哪一个案子会比较吸引大家呢 蔡总你会先看哪一个呢 我喜欢最后一个 超低月付18800起 阿斯匹林呢 我选择新装的这个 因为我住新装 你住新装 你没看 好 那嘉欣呢 就是地震完之后 我个人还是觉得安全比较要紧 所以其实我如果几个案子的话 我可能新装这边的话 我会稍微注意一下下 因为事实上新装 最近它有一些价格的一个盘整 那再加上就是说新的案子 事实上有一些挤压 我认为这一类的一个个案 它如果说是城屋的话 可能可以去聊一聊 它也许会有一些空间 所以如果说是 自用的一些客户来说的话 我觉得在一些案量比较大 没有户里面比较大 我认为这场是ıs成的 那边感觉 需要耳机的一个人 除了一个柠檬 一点点 能够遇到一个号研义 当学在一类的 不实际上 你要 那边